用這樣做記號 趕快回來啊 結果釋迦牟尼佛 故意的神通跑到森林裡面 然後難陀一直追啊 一直追啊 一直追啊 等到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佛陀轉過來說 難陀啊 很多人都跟我出家啦 你為什麼不跟我出家呢 你這麼尊敬我 你怎麼不跟我出家呢 難陀想說 出家就出家嘛 反正現在跟你出家 等一下我就跑回家 他就想要騙佛陀了 好不好 出家就出家吧 然後佛陀叫人家給他剃頭了 結果剃頭以後 佛陀有神通啊 這個難陀等一下 他現在心裡想的就是他的漂亮的太太 想要回家啦 今天剛結婚啊 但是佛陀說難陀啊 來來來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佛陀就拉著他用神通飛到天上了 到了天上以後 各位 天上的皇宮 這些不是石頭啊 都是那些珠寶琉璃啊 珊瑚啊 水晶啊 天上的房子是這樣的 哇 難陀來到 哇 怎麼這麼大這麼漂亮的房子啊 世間沒看過啊 這是哪裡啊 更重要的 裡面有幾個女孩子在掃地啊 弄花 哇 世間上沒看過這麼美的女人啊 然後佛陀就問難陀 難陀啊 你不是在想你老婆孫陀莉嗎 你老婆漂亮還是你現在看著這個女人漂亮 他說 哎呀佛陀啊 我老婆如果跟這些女人一比啊 我老婆像一隻老猴子一樣啊 這些女人真沒有 因為他沒有看過天女 現在看到了 然後呢 難陀就問佛啊 哎呀 這個是誰的皇宮啊 這些天女是誰的女人啊 然後佛陀說 你去問她們嘛 你去問她們嘛 然後難陀就進入這個皇宮 問那些女人說 請問你們的主人是誰啊 他們就這樣啦 我們的主人就是佛陀的堂弟難陀啊 他將來就要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啊 再過半天他就來了 為什麼半天啊 逃利天一天人間五十年啊 人間一百年 所以半天就過五十年 然後難陀那時候當然捨抱就會來了 所以他說 半天以後我們主人就來了 哎呀 難陀一聽跑出來 佛啊 原來我是這個皇宮的主人啊 他們在等我 佛陀說 對啊 你只要出家修行哪怕是一天 你將來升天有這麼大的福報 哎呀 所以難陀回到人間以後 她就不回家了 那時候不想她老婆啦 想那些天女啦 各位 人是現實啦 但是很多人知道難陀是為了來世升天 跟天女在一起而出家修行 看不起她 那個時候她有一點心裡不舒服 哎呀 別人看不起我 但是釋迦牟尼佛有一天又帶著難陀 我又帶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結果到了地獄啊 哎呀 好可怕 很多眾生被砍被殺 甚至前面有一個大油鍋 很多人被丟下去炸成油條一樣啊 很可怕 那個時候有一個油鍋欣欣的 一直加火一直炸 怎麼沒有人被丟進去 那個時候難陀說 哎呀 佛陀啊 那個心油鍋準備炸誰啊 佛陀說你不會去問她啊 然後她又跑去問 請問你們在等誰啊 這些鬼王說 佛陀的堂弟啊 為了升天享受在修行啊 等他升天享受完以後 我們直接就在這邊等他啊 哎呀 難陀一聽嚇壞 天上的福報享受完還要直接墮落地獄啊 太可怕了 所以她又回到人間以後 佛啊 我要跟你真實出家修行 輪迴真苦啊 升天雖然享受 將來還要墮落啊 太痛苦了啊 我要真心的修行啊 後來難陀很快就震得阿羅漢了 所以我想各位呢 修行不在時間長跟短 是你有沒有體悟到輪迴的痛苦 如果你有體悟到輪迴的痛苦 你就會真心的有出離心修行 然後你體悟到痛苦 你會關心別人的痛苦 這麼痛苦我都知道 他們不知道啊 就算他現在皇帝給你做 世間最美的女人讓你做 你都不會羨慕的 因為那個是短暫的 短暫的 像各位現在大家還滿健康 我現在手比一下 跳回以後五十年 這裡面變成很多魂墓啊 大家都死啦 老了老 死了死 病了病 想清楚 生命要關心這個 生老病是輪迴的問題 所以受八萬災界 各位經常想這個 你想清楚啦 你現在世間所追求的快樂 事實上都含有痛苦的本質 釋迦牟尼佛講無常 並不是說世間沒快樂 只是世間這個快樂 會變化的 不永恆的 就像你有這個身體 現在健康滿快樂的 但是總會生病的 總會老 老了人家走路不方便 拿著拐杖 自己會覺得很怨 哎呀我老了 我老了 沒辦法啊 那叫沒修行啊 有修行的人 無所謂啊 身體本來就會老 我下輩子要換一個 最健康的身體 我要去極樂世界了 跟佛陀的身體一樣 所以各位不要把生命 依止在肉體感情 外面的一切 那都是暫時的 所以呢這一點 八觀哉節 要我們升起這個出離心 就是要各位今天 不要 貪慾望啊 不要化妝啊 唱歌跳舞啊 不要睡 享受的床啊 不要有哪裡的慾望啊 甚至晚上不吃飯啊 因為很多人把吃飯當作享受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吃飯 那個餐廳好好吃喔 再貴也要去 又有氣氛喔 服務生服務又好啊 那變成一種享受 所以今天瘦八觀再見 各位你享受什麼 你現在做的那個小小普團 就是你唯一的享受 讓你可以坐久一點 中午發給你一個便當 你已經要非常感恩了 晚上沒得吃 但是你這樣就可以快樂了 哎呀 多快樂 沒有壓力啊 脫離了老公啊 脫離了老婆 脫離了外表 這邊沒有人跟你比什麼 一百五十公分 一百六十公分 一百七十公分 什麼雙眼皮 沒有跟你比這個了 這邊沒有人跟你比什麼 皮膚黑皮膚白啊 沒有人跟你比這個了 這邊沒有人跟你比說 有沒有離婚過 這跟你沒關係啊 因為大家精進的在修行 追求的是心靈的超越 還是如何關心總是 這個最重要 所以我從內心裡面講一句話 真希望各位 就從今天開始 守一輩子的八觀再見 乾脆出家算了 不要再回家了 幹嘛再回監獄呢 你已經暫時把你放出來 幹嘛又回到監獄裡面去呢 有些人就很喜歡 把那個狗鏈子套在脖子上 什麼 背一下 感情是鎖鏈 家庭是監獄 要不要趕快跑啊 趕快跑啊 幹嘛再回去啊 還沒有結婚了 想清楚啊 不要往火裡面跳啊 已經離婚了 你福報太大了 解脫了 還沒有生小孩不要再生啊 多痛苦啊 有些媽媽帶兒子來守八觀 在後面趕快拜 趕快拜 你怎麼不乖 人家 人家在拜佛他在拜兒子啊 他一直關心他兒子 你怎麼不拜呢 媽媽拜你怎麼不拜呢 你趕快消業障啊 他忘了關心自己 他只想兒子啊 兒子啊 你趕快拜啊 執著啊 執著啊 執著就是痛苦 所以各位呢 佛要我們受保管在界 斷除外緣 暫時休息一下 好不好啊 各位 今天不要做董事長了 快不快樂 快樂 今天不要做美女了 快不快樂 快樂啊 做美女很痛苦 大家都在看我 所以我要穿得很好 免得大家看我 好像全世界都看到你沒穿衣服一樣 你躲不了啦 你會覺得很不自由啊 幹嘛人家看我啊 所以受保管在界 各位就知道 放下 不執著 有錢沒錢 那非關解脫啊 所以我們要出家的時候 師父各位說 不要帶半毛錢來啊 不要帶半毛錢來 一件衣服也不要帶過來 你帶衣服來幹嘛 準備還俗啊 不要帶衣服來 然後呢 他們衣服穿怎麼辦 去倉庫找 那些還俗了 或死掉的老和尚 把那衣服拿來穿 就是這樣 穿那些死掉了人的衣服 或是還俗的 穿那個就好 破破舊舊的 這樣就好了 這樣你就快樂 哎呀 那個時候比國王還快樂啊 我本西方一納子 為何身在帝王家 順治皇帝一直想要出家 跑不出家 只好騙人家說他死了 中國歷史寫 順治皇室二十六歲死亡 事實上他跑去出家了 所以把這個皇帝交給了他的後代 還是乾隆還是康熙 他跑去出家了 所以唯有袈裟兼藍 黃金白雲飛為貴 唯有袈裟兼藍 所以各位 現在這個房子都變成黃金珠寶 給你 還是說可以讓你有一個解脫的生命 你要哪一種啊 解脫的生命 現在把全世界的帥哥女人都陪你睡覺 還是你要解脫啊 解脫更好啊 慾望是苦的 所以各位想清楚這個道理 所以各位想清楚這個道理 佛要我們受曝光災界 念佛 念法 念身 叫你想清楚這個道理 不要再往火裡面跳啊 不要再回監獄啦 你以為快樂的東西 事實上是個束縛 是個苦 所以各位現在雖然沒有出家 但是隨時要以空相應 要想的那些東西是假的 夫妻的關係也是假的 這個肉體也是假的苦的 暫時的 你擁有了多少的世間的地位感情 那個都是暫時的苦的 不要執著它 你一執著它就很痛苦 我愛你 你為什麼不愛我 我對你好 你為什麼不對我好 然後你每天就一直運動 一直運動 難道運動就不會生病 你每天一直化妝 一直化妝 難道化妝就不會老 結局就是老 醜病死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現在你很快樂 好我現在讓你快樂啊 晚上要把你殺掉啊 你現在快樂不起來了 我晚上要被殺掉啊 所以你現在很快樂 很享受 但是你最後要下地獄了 要輪回受苦了 那也有什麼好快樂的 所以各位 現在每個人都讓你得癌症末期 好不好啊 還是你要選擇出家 兩條路給你選 出家解脫還是癌症末期 你要選擇哪一條 你最後一定癌症末期 一定死的 一定痛苦的 你所愛的人一定離開你 什麼東西你都帶不走的 這個要想清楚 所以唸一下 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 苦海無邊啊 不要再跳下去了 趕快回頭啊 釋迦牟尼佛要我們趕快 你看佛陀 連他這樣子尊貴漂亮莊嚴 這麼有福報的人都出家了 我們算什麼 想想佛陀啊 佛陀的堂弟佛陀的太太 佛陀的媽媽都出家了 佛陀的兒子也出家了 難道他們不富貴嗎 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啊 所以 受報關在界 讓我們去思維這個問題 種下解脫輪迴的因啊 所以各位呢 不要再往外比較了 去羨慕別人了 那沒什麼好羨慕的 今天你能夠吃素 比這個世間上 大富大貴的人都有福報了 今天各位身上 那受持戒律 哎呀 比別人都有福報了 像各位今天是三寶弟子 太有福報了 然後看到其他沒有信仰的人們 其他的民主 哎呀 你要很同情他 為他們一直回向啊 沒有什麼好羨慕的 但是往往你在街上走的時候 別人開一部車比你還貴 你又忘了要修行 哎呦 那一部車 哎呦 多少錢啊 哎呀 為什麼他比我身材好啊 為什麼這個老闆事業做得比我大 然後又往外了 又開始痛苦了 所以佛陀要我們受報關在界 讓你隨時恢復正念 不要執著外在的 那個是假的 痛苦的 各位要想清楚 但是現在的社會變了 越來越進步 修行人越來越少 出家人越來越少 所以叫墨法 墨就是真理已經沉下去了 看不見了 大家都看到假象 看到假象 所以希望大家趕快啊 出禮啊 趕快修行 很多菩薩問我 師父啊 我老了可以出家嗎 老了可以出家啊 不然你要去哪裡啊 年輕要不要出家 更要出家 趕快修行啊 所以 世間是個苦的 所以各位做媽媽做爸爸 那叫什麼 欠兼坐 了解嗎 欠完了要不要啊 賺錢 賺錢 一直賺錢 一直賺錢 哎呀 希望 要不要玩喔 那不是一種快樂 因為你付出了感情 哎呀 心裡痛苦 所以受八關災界 各位了解這個八關災界的道理 就算各位一日一夜這樣修行 就不可思議了 所以你看到出家人要很羡慕啊 世間的皇帝不比一個出家人富貴啊 那各位今天來受一日一夜的出家人戒律 八關災界 喔 功德無量 所以這個福報來勢升天 至少升天 第九 看一下 往生祝園 一日一夜八關再見 願意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終品終身 如果你要受五戒 終品上身 如果你已經吃素了 乃至發普利心了 上品往生 所以各位呢 世間是苦的 好好的一輩子欠人家債趕快還 一方面還債 一方面努力修行 回向西方極樂世界最重要 這個五濁二世不好修行的 連出家人動不動就還俗啊 我看了很多 不好修行的 那你去極樂世界再來的時候 就如如不動了 有空性不退轉神通 你廣度眾生沒問題的 所以一日一夜八關再見 終品眾生 第十 臨終歡樂 死的時候 哎呀不會那麼痛苦 所以這個臨終歡樂代表 你感受不了病 你放得下 所以八關再見很重要 臨命中快快樂樂樂的往生 第十一 得向好生 今天你要長得漂亮 那修慈戒忍辱 外表就漂亮 不殺生 身體金剛不壞 不偷盜 手相好看 不邪淫 皮膚外表漂亮 不隱喻 不妄語 聲音好聽 不喝酒 走路 莊嚴智慧高 不香花 陰落 香油 塗生 皮膚細 微細漂亮 不遂握高廣大床 將來尊貴像 乃至打坐的時候 莊嚴 過舞不時 那你就可以聲音好 牙齒不掉 乃至不歌舞唱機 顧往官聽 微細相好看 你的眼睛喜歡看美 看那些不好的 欲望的 眼睛不好看 你的耳朵喜歡聽很好聽的音樂 以後耳根的力量就不好 微細相不莊嚴 所以你受八關再見 將來能夠得到佛陀的相好莊嚴 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 那這麼好看的外表幹嘛 是為了慈悲啊 佛陀的相好莊嚴 讓每個人看到 生起歡喜的信心 恭敬心 學習的心 而且佛陀的相好莊嚴 都是為了消除我們業障 你看到佛像就消業障 所以一般人長得漂亮好看 會勾引別人慾望 會讓別人起慾望 那是造業 那修菩薩道人自己的相好莊嚴 一切都是為了消除別人的業障 而不是凸顯自己的 所以在這邊特別做女生 今天你穿衣服 最好鏡子旁邊擺一個觀音菩薩 我有沒有像觀音菩薩 你不要說我腰細一點 我胸部大一點 男人會看我一點 你造業啊 既然你在修行啦 你不要有那個想法出來 如果你有那個想法不應該 大家都在修行 結果你穿得很性感 每個人都想要去看你 那你不是很障礙嗎 一直破壞到別人的心態啊 這是不慈悲的 是愚痴的 這一點要了解 所以壽包玩再見 我們的相好莊嚴是別人看到你 哎呀羨慕你 我曾經看一個女生喔 皮膚像牛奶一樣 我就跟我師父說 哎呀師父你有沒有看到 有啊 我這樣講 我跟師父講 我們不是慾望 我師父說我有看到 我師父說 那個叫天人像 那個女人的皮膚是天上的人 她過去是一定是布施啊 供燈啊 供衣服啊 掃地 不會讓男人起慾望的天人像 完全不一樣 所以各位呢 你要好好修啊 你的眼神 你的鼻子 你的外表 都讓人家看起來有那種 尊貴像 菩薩像 天人像 而不是世間的慾望像 那叫清淨像 就像一個小寶寶生出來 好可愛 我們看到她很歡喜 沒有慾望 不會起心動念 但是慢慢長大了 她有慾望 分別心 她的像就變了 好 所以你的像 會隨著你的心而改變 所以如果你的心都保持清淨心 慈悲心 你的像就變成一個功德 所以各位要維持這樣 所以我們打坐 觀想自己是四倍觀音啊 自己是歐彌陀佛 願大家看到我 就感受到歐彌陀佛 感受到四倍觀音 感受到地藏王菩薩的加持 是升起這個想法 所以受八萬災界更要升起這個想法 願我自己向好莊嚴 能夠利益眾生 第十二 成佛道元 所以受此八萬災界 可以成就佛道 所以八萬災界是諸佛父母也 成佛的基本 因為你受八萬災界 再加一條 就是沙咪界 就出家人了 加一條什麼 不辭金銀界 出家人就說錢不是我的 沒有個人財產 你加這一條 那就是沙咪 就可以離光頭了 然後出家以後 彼丘界 彼菩薩界 成佛就是這樣 所以受此八萬災界 有以上的十二條功德 得到縣世的福報 靈命中快樂 來世升天 往生極樂世界 向好莊嚴 最後成佛 所以各位受此八萬災界 不可思議 再來 所以我們大家現在要來發願 所以願以八萬災界 這麼大的功德 來回向 站在大乘佛教 生命只有一個願 就是願所有的眾生 都沒有痛苦 都能夠成佛 這是生命唯一的意義 所以如何幫助所有的眾生 都能夠沒有痛苦成佛 所以自己要非常的精進 每天把這個功德 不斷地回向給眾生 自己也要求自己安住在空性 找成佛道 有一點各位要知道 我們一生下來 旁邊就有兩個神跟著 同神神跟同名神 這兩個一個是 既你在做善事好的念頭 一個在既你在做壞事 把壞事跟壞念頭報告言論王 一個把好事跟好念頭報告玉皇大帝 騙不了人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覺得 隨時有人在關心妳 看著妳 而且妳會更端正一點 但是往往我們外表 人家不知道妳心裡 所以妳心裡會亂想 但是各位要修行 要覺得 哎呀我的心 誰都知道我在想什麼 所以不要亂想 觀音菩薩隨時在我頭上看著我 這些護法神在旁邊看著妳 所以一個真正的修行人 護法神特別多 為什麼 這些護法神知道祂是一個慈悲的清淨的人 隨時就守護著祂 護法神跟祂在一起 護法神就很快樂祂也可以修行 所以各位要 修行要修到 理外如一 心口如一 心中不要有什麼不好的秘密 不好 所以中國人有一句話 女人心海底針 到底妳在想什麼 沒人知道就麻煩了 所以各位最好妳要 一個人最好開闊自己的心 不要有不好的想法或秘密 一切都是為了眾生 這個叫空性清淨 這個叫動機純正 如果你動機不純正 雖然一時可以騙了別人 但是妳內心叫煎熬啊很痛苦啊 造惡業啊 都不好 所以我們要發願 真實的發願 所以 奉行一日一夜十位聖南 第27夜第三 所以各位不可以 差那的時間 起世俗的想法 今天妳是阿羅漢 今天妳是佛菩薩 也不可以 差那的時間 起懈怠心 要保持正念 在什麼時間 講話 做事 今天是一個清淨的蓮花 阿羅漢菩薩 所以當勤修六念 所以各位不要懶惰 有些人外表很會拜佛 心裡不拜佛的 這什麼意思 外表很喜歡拜 這就不會打喝醉 然後叫他心裡去意念佛法 他就要睡覺 懶得去想這些 想兒子很厲害 想佛陀不厲害 那各位妳要培養習慣 心裡想的是金鋼精 菩提心 這個叫 這個叫保持正念 別人罵妳傷害妳 妳不要去想這個事情 妳認為想這個事情 很快樂 或是我要報仇 那妳又失去正念了 一定要把它調好 叫六念法 叫六念法 所以就像 有個東西掛在那邊 隨時被風 很簡單的 佛經怎麼形容 就是說 現在風很強 妳手上有一個輸油燈 妳要守好 不要讓它被摧襲了 而且妳還要從後面走到前面 不要讓它流流出來 妳要這樣去守護妳的心 但是這個世界很污染 妳隨時心都會變 所以妳要保持正念 那雖然妳沒辦法保持一輩子 那佛陀說 至少今天 一日一夜 守了很端正 那妳就得到八關在界的 不可思議的功德 有些人說 師父啊佛陀騙人啊 一日一夜守八關在界 遠離疾病 我今天受完了 明天還不是去開刀 消滅罪障 也沒消滅罪障啊 為什麼 因為妳是外表在受戒 妳內心裡面沒有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 一念心清淨 集成正覺 一念心清淨 妳的外表像個佛塔一樣 這麼大的功德 所以妳在守八關在界 就短短的時間